哈喽大家好,欢迎来到简科技,我是简哥,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 之前我为大家分享了,苹果安卓微信如何修改提示音,只不过之前的那个太麻烦了 那么今天我就为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 首先我们打开好友的对话框,点击上面的三个点 这里我们将这个强势提醒打开,这样对方发信一过来就是单独的铃声了 而且还是一时八频的那种,不过这个功能只有三个小时 至于为什么是三个小时,如果你给对方发了一条消息后 对方三个小时都没有回复你,那你还等他干嘛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,更多精彩内容记得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